而这名酒驾肇事的红性男子 他的母亲代替儿子到 廖老先生的临堂前上香 并且是下跪道歉的 后来他也表示呢 其实儿子是不常喝酒 但是红性男子为什么这么冷血 撞到人又折返 碾过了被害人 根据了解他是家中的独子 同时也是经济支柱 疑似是因为妻子离家三个月 他心情不好才会酗酒闯祸 而他的邻居也说呢 平常就劝他要少喝酒了 结果没想到还是发生了 这个酒驾肇事悲剧